热带鱼挂件教程第二期 第九圈我们勾好了之后 取下记号扣 做一下引发临接 然后起立一针 接着我们开始勾第十圈 第十圈我们把这个支片这样对着 对折 然后我们从这边第一针的位置入针 到下面的最后一个针目 我们穿透两个支片 勾短针 先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我们也是一针对应着一针 开始进行编织短针 总共是编织十二个短针 一针对应着一针 十二个短针我们勾制好了 直接稍微留长一点线头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过来 注意这个里面我们没有放入填充棉 然后把这个线头放上穿线针 给它藏起来线头 大家自己把这个线头藏进织物里面吧 接着我们再来勾制鱼尾的部分 先取出这个小支片 从这边数第六针的位置入针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针的位置入针 然后取出深颜色的线 放在这个支片的后方 直接带线过来 然后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接着我们在刚才入针的同一位置 先勾一个长针 勾针让线一圈 然后穿过刚才入针的位置 穿针进去 把这个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 直接带线过来 三个线圈让线 脱掉前两个线圈 让线脱掉后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长针 同一个位置再勾一个长针 让线一圈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同一位置再勾一个长针 然后勾三个锁针 二三 然后我们下一个针目入针 编织一个引拔针 再先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引拔一下 引拔完成了之后 勾三个锁针 然后同一个位置 再编织两个长针 然后勾三个锁针 接着我们同一针目进行引拔 然后断线 把这个线头扯出来 这个线头可以放在后面 然后这个鱼尾的部分就做好了 这个鱼尾巴做好了之后 我们把藏线的这个线头 直接断线 另外一个线头 我们用穿线针 给它藏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大家自己藏起来吧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鱼鳍的部分 同样是取出线 同样是用环形起针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让线 我们先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同一个位置 勾三个长针 过着让线一圈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脱掉前两个 脱掉后两个 同一个位置 勾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勾好 再勾三个锁针 一二三 然后在这个大洞里面 进行引拔 带线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断线 拉出 然后再拉紧 然后这一个小鱼鳍就做好了 鱼鳍我们需要勾置两个 大家再勾出来 一个一模一样的吧 这两个鱼鳍勾好了之后 我们直接把线给它断掉 留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鱼鳍后面 涂上适量的热绒胶 直接给它粘在这上面 这个眼睛也给它沾上 这个小热带鱼就做好了 我们把这三个 组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勾的小鱼 给它组装在一起 可以放上一点小装饰 赶快做起来吧 我们下一个小鱼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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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